来玩这款游戏 异界勇者 这是由台湾思维工坊自行研发的啊 他这个礼包码你必须要在对玩网址那边去进行输入啊 那这网址的话我把它贴在下方留言区好了 有想换的话你再点进去 角色看起来算OK啊 国产游戏啊 其实要起来不用太高啦 还可以啦 思维工坊之前出的游戏都还算不错的 这什么名字我也给忘了 真的很可惜啊你看这是 1月5号推出的我 隔了一两天我才知道这款游戏啊 很显然的啊现在玩家里面应该是不多人了 需要一丁的操作技巧 可以开自动吗 可以啊可以开自动还可以哦 我差点嘴下去耶他如果不能开自动就一定要嘴了 因为他做成直向的 做直向你就一定要有自动 大家很难操作 我这图片少的Live2D啊剩下也可以啦 上个名称 我最怕就是他后面会出现过热的问题啊 开自动开自动我们来 观看 这双平台都有推出的啊 至于程度嘛 国产游戏其实就这样了 我个人是觉得还不错了以台湾推出的游戏来讲 这款游戏啊 也算是顶尖水平的 不开玩笑耶台湾 做出来游戏啊 你除了摇头以外 你还是只能摇头啊 这款就 算是上层之作了 他只要我游玩 体验的期间他不要手机过了 就是安全过关 好不好 我会切完妹子吗 妹子人帅放招是不是 没有配音了有点可惜啊 那两粒 那两粒超大的 哎呀怎么是难的啦 够分够分我没有游玩体验的 在扣分我现在游玩体验剩58分了 这奶奶你的 算了够分好了 对57 耶 阿卡 假设做的还算是很不错的 直接跳过了 你要么干脆 油麦 SS啊 好啦他他尽可能要做到动态立会啊 这是他极限的 这是一看图片 一个图片 用关键针在那边旋转 这是他极限的 我们不能要求太多了 好不好 滚塔 我可以选别人吗 不要这样子啊 他帮我排好了 允许 这是放置RBG的 其实整体来看就比较偏向小品游戏 有背景音乐 我 我想把音乐关掉 我想听看到到底有什么音效 还可以再升吗 广告资源 这边看广告资源 这边看广告的啊 四个 广告资源 还可以再升吗 好再升 广告资源 这边看广告的啊 四个 一二三四个广告 都准备好了吗 啊 顺带一提啊 手足 手足送这位啊 这里胜我有吗 我好像没有 对不对 算了 我们先进行战役 我怎么感觉有点卡 耶我可以换人了 你下来吧 这个 这个我不要了 我要都是妹子啊 那个应该是妹子吧 那个兽儿的 这个 这个是60帧吗 这好像不是60帧的 技能发一发吧 自动还有一种就是可以连 下方的技能一起按的 有半自动跟全自动了 那 我可以互换是不是 好了 换了 他过程中是无法切换的 我死掉了 死掉了 我死掉了 重开进来吧 看会不会比较顺一点 我刚刚从开进来的时候 才发现到一件事情 这个游戏 我在礼拜五那天就已经下载完了 就是我手机画面 有很多款游戏啊 十几款游戏有的 只是我都是随机挑选在玩的 我也不知道 这款礼拜五就出了 I'm sorry 因为你没什么在打广告 对对对对 这款游戏没有什么印象 我从开要好一点的不卡了不卡了 但是说不是说很卡了 一点点卡而已啊 其实我挂掉好像也没差 是不是 他没有三星通关机制 对不对 车轮战我们打赢就好了 赢就是赢 还可以啦 就是这款游戏啊 你要推出的时候 应该在过年前几天 对不对 过年前五天 你在推出吗 你在过年前几天推出的时候 搞不好玩家很多 瞎猜的 我记得过年前的还是还是有很多不错的游戏要推出 我就开自动这样子看了还挺赏心悦目的战斗节奏算是很快的 这个地方算及格了 他整体表现还算是不差的 以台湾游戏来讲 可以给个 85分吧 我觉得以台湾游戏来讲啊 因为你要比较游戏啊 就要以台湾的话就以台湾来比达 这款可以给个85分 操作的面板可能会比较不熟悉啊 因为大家都玩 日本的啊 中国的啊 韩国的啊 那个面板 整个排版可能会比较习惯了 突然玩一个台湾游戏的时候 那个排版可能不太习惯了 月卡170 超级月卡490 月卡价格 是公定价的啦 就是大部分游戏价给洞拉一样 我估计你四维工坊好像每一年的电玩展的好像都有看到 这边是派遣的 以前派遣 整体就比较偏扬针啦 你看他没有live2D嘛 角色但是 这些例会他是有让他动的啦 这关键针在那边慢慢旋转慢慢旋转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比较阳春的至少他有做的不要说 一动也不动啊至少他有让他旋转一下 还可以啦他有努力的极限了 对不对 我们就不要 苛求太多 这妹子又很正啊 说到一个ss 然后其实我从刚刚我到现在啊 除了知道他是放置挂机类型的游戏之外 其实他在玩什么我也不太知道 而且我体验快结束了 好啦 喜欢的话就下转看看吧 反正影片就到这里了 大家拜拜